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护法他是要担当他护法的责任的 所以这个义无个责任 我一天不承到 他一天从我这看不到完美 他一天他放不下 除非有一天他在这看到这个是佛 但是他如果着笑 永远看不到 因为我不是这儿难受就那儿难受 在他心目中佛是不应该这样 如果他有一天他从我这看到了 这个是如来的话 他就解脱了 因为我承到了 他的死命结束了 但是可能今天他还没看到 这就是他累的原因 所以他的护士始终没走到 所以到逃生西街 他一直没走到 所以他没看到有一个 不生不灭 不动不靠不静的东西 一直在那儿没动过 他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不管从我这看到 还是从他自己那看到 他才能接受他的死命 一切随缘任用 各位不需要刻意的放下什么 拿起什么 一切如虚空 你在折腾什么 不需要刻意的 每一个文字 如果我们需要交流 那语言跟文字来想 每一个文字 即生极面 没有实在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这个文字 那你一定找我自相 如果你再说我没找 那就更早了 就这样 如果你没找 别人说你找了 你不爱什么 因为很多是头脑里边的东西 你们不踏实 你还没把所有的一切 福啊如来啊 这些真的开成梦怀泡影 一切真的是像梦怀泡影 你留在这儿的不生不灭的 你认为哪个是不动的 哪个是动 你着动向 所以我说不动的时候 你说那那个动的呢 那怎么会无常是怎么 因为我一说不动的 你就心里边想 不动的就是不动的 不动的难道不是空的吗 如果是空的 谈不上动不动 如果是空的 谈不上是动还是静 知道吗 明白了吗 所以我说不动的也是真相 也是实相 我说静的也是真相 也是实相 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没有开始没有结果 你要是个结果的 那也没有 都是空虚 结果在这儿 最有吧 不是老师我说的意思就是法华经不是个过程 它这个结果里的事 不是本来的 既不是结果也不是过程 如果你认为是你有一个结果有一个过程 是你的头脑这样子认知 是你的头脑里边还在取经 还在二万五千里朝着走 我那用词错了 本来 那这个本来 那本来是什么 本来就是实相 没有开始没有结果 是啊 如果你一定要说 从修行里边 好像成佛是个结果 知道吗 但是在你修正的过程中 不管你对第一个开始修佛的 比如说这个人是地铁走进来学佛的 这个人已经修了十年 他们没有区别 你知道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结果的话 那结果出现在他这 不可能出现在他这 知道吧 但是恰恰法华记 第一个走进来的授记 你是成佛的 授记啊 第一天有学无学 他第一天走进来 他说 所以这个不是结果 是你本来就是 你怎么能说它是结果 那如果结果一定是出现在那个四国阿罗 而不是大菩萨身上 因为他有漫长的历程 所以才有终点 而这个第一天学佛的佛 怎么能摸着他 两个人一摸一样授记 我保证你们多少街以后成佛 怎么可能 所以法华街的北大就在这 无所谓放下什么东西 地铁走进来的 有佛约的人授记成佛 其实取街就是我们在头脑里边 头脑的折腾 绕啊绕圈圈啊绕圈圈 取街一直到不了西街 就这样而已 停下来了到达 那么简单 每个人从各种渠道切入 切入空性 从受想形式 从各个渠道切入 有的人从垢里边切入 没关系的 从恶里边也可以切入 那里边有圆满的空性 进入以后 你再来这个世界 事先没问题 所以你们所有的生命 生生世世 不管你们做过什么 都没有白活 都是修行 只是有因果 告诉你 因为有因果 所以我们虽然在那些磕磕碰碰里 我们寻找真爱 寻找那些东西 不管我们寻找到没寻找到 我们也做过 别人认为的错 或者对 有善恶 有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我们每做了一点 我就在那等着 我们可能会承受那个果 没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 你的内心 有一些不动的东西 你是如来 你是佛 只是在我没有寻找到以前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寻找那个地方 我们那是最深心的渴求 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渴求 其他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迷失了 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 如此而已 所以其他的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每一个起心动力都是因 就注意果了 你就开始注意了 否则你怎么能注意 你寻找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哇 每一个起心动力 都可能成为一个因 那如果我不想要那个果 那么现在就把这个放点 而且你也能够承受 你不会被那些东西牵引 因为你已经安心了 回到家了 分享 mycket payments 太多了 感谢了